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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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十一夜 我們今天的進度是一之一 一之一是講台灣原著名 這一節比較不那麼歷史 也就是說他很多內容 可能牽涉到原著名一些文化內涵 可是我們知道歷史這麼學科 他会是把事情先后的演变做描述 所以这一节我的处理方式是 只要他跟历史比较有关联的 我会比较详细讲 那没有那么历史的 比较牵涉到原住民个图介绍的 那我想会请各位自己看过去 那这一节的密度来讲的话 一开始上课这个部分会比较困难一点 它牵涉到原住民的分类 所以你还会这个部分比较仔细腻 那这一节课的最后 讲到一些跟原住民相关的文献 对各位来讲也会很陌生 比较仔细腻 那反而是这一节课中间的部分 是比较简单的 那我们从第十一页开始 应该说十二页开始 那你先翻到十到十一页 它有一个原住民历史的时间轴 这个时间轴集的话 我没有觉得特别好 但如果你要把原住民的历史 从最早时间 一直到日至到现在 要一个比较大概的轮廓的话 我觉得可能第十到十一页还不错 但我们这两页就跳过去 直接从十二页开始 我们今天的目标是把一集上来 刚刚在另外一个栏差一点点 那它的原住民族 它原住民族 按照第十二页的讲法 它是南倒女族的一支 这个已经是大家的常识都知道了 那我们先来解释什么叫南倒女族 它是一个语言学的分类 也就是说在这些 住在太平洋 然后印度洋 然后包含东南亚这些地方的人 它在语言上是有比较相关性的 那因此最后就用语言去界定它们彼此之间 比较接近的这种关系 那我们知道在整个世界史 或者是各方面在调论的时候 有几个比较大的语族 那我们随意调了 譬如说汉藏语系语族 汉藏就是包含讲中文 讲一些中国各地的方言 包含像是台语 特语这些都广义都算了 那这些以及像藏人使用的语言 他们都叫汉藏语相 或者汉藏语族 那其实你知道这些语言之间在沟通上 还是没有办法直接对照的 就是想要去听懂藏人 直接讲是什么内容是不太可能的 可是他们语言是有一定的相关性 那另外一个在世界史 我们会提到叫印欧语族 或者印欧语系有听过吗 像一个热曼人 后来大概欧洲各国像英国人法国人 他们如果就渊源上来讲 都是属于印欧语族 好 那我们现在讲南岛语族 南岛语族的命名是一个奥地匿的语言学者 是他最先发现了在太平洋印度洋这些生活的人群 他们彼此之间语言的相关性 因此他最后就自己创造了一个词 按照中文的翻译就是南岛的语词 可是最早把它变成是汉字的翻译的是日本人 那因为日本人他把整个人类学民族学这些学问 带到台湾来 各位知道日治时期吗 所以后来在中国世界也用了南岛这样的词汇 简单讲是藉由日本人最后变成了中文 我们所使用的词汇 但南岛语系很特别的是 其他的语系都是以陆地为主 但是南岛语系是以广大的海洋中的宝鲁为主 所以他是唯一主要正部在宝鲁的一个大语系 这是他的特殊之处 好 再来 在台湾的土著民族也就是拼骨族高山族 他们其实都是南岛语系的一环 因此他们之间的语言有很深的关系 现在你真的要叫他们彼此 用语言直接互通也不太可能 这个只是代表在学术上的关系 不是代表在生活上 他们一定是可以互相沟通的 那因此这个就是所谓的南岛语系 那这刚是我们上一节课所提到的 那他最后扩散到整个 几乎是整个泰迪洋 跟大部分的印度洋的区域 所以在这个分布的最北端 这一次台湾 还有包含东南亚这些地方 其实都是 那我就举个上一个月的新闻给各位看 上个月在紐西兰的毛利人 就到台湾来巡人 他们跟台湾的阿美族 是有还蛮直接而且亲近的关系 那你最大范围看就是南岛语族 具体看他其实牵涉到的是 让刚出的这些迁徙的路线 以及他们那个实践的因素的更好 所以你现在把课本第十二页的右下角 这段稍微看一下 他其实就在讲毛利人 跟台湾的阿美族之间的关系性 那上个月的这个新闻是怎么回事呢 他们就到台湾来 然后要跟阿美族会面 因为他们是亲戚嘛 结果刚好行政院的发言人 就是在这张照片的 左二的这一位就是吴拉斯 现在行政院的发言人 他就是阿美族出身的 所以就由他负责来接待 然后他们可能就有一些 不到这些的仪式进行 那我想这些东西 如果随便去爬上个月的新闻就出现 就代表这些东西其实 它是一个持续在进行 然后去联系彼此关系的一种表示 好 再来 那台湾在整个南岛语 当然你可以说它是其中的一个岛语 但其实台湾蛮关键的 所以你看过一篇这段叙述 台湾是整个南岛语系南岛语 这个南岛语族传播的关键语处理 台湾以他南岛语族的语言的丰富程度 一般认为它是在比较 南岛语族这个语言传播较少的阶段 然后最后才扩散出去 所以它的那个语言丰富度 那甚至有一种讲法说 台湾是南岛语族的发源地 这个讲起来就很严重了 那不过这个讲法可能比较没有办法去确认它 简单来讲它根本是有一些争议的 那无论如何台湾作为南岛语族 一个关键的人口的移出力的话 那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是其实整个太平洋 打扬州的历史发展 可以从台湾去找到一些信息 这或许是为什么毛利人到台湾来寻认的 那个代表的其中的一个意涵 所以这个东西是现在学术上还继续在进行 然后并不是说已经完全把那个拼图都拼起来了 那最后这个南岛语族 我再拿一张头可以来帮各位做个结论 那所谓的语族就是语言学的研究 他们在语言上有相关性 可是我们知道 有另外一种研究史前的一些文化 或者人类的生活叫考古学 你们在国中有没有学过一些台湾的一些考古遗址 或者文化 随便讲几个名称来听听 碑南有 碑南是新石器的玩戏 还有呢 三杰共识与过大奋争 新石器造戏 这些都是属于考古所发现的遗址 后来界定的文化 那我们现在跟这些南岛语族的观点性是什么呢 自从大奋争新石器时代以来 的考古发现 基本上那个考古遗址 考古遗址是当初就是有人在那边生活 所以留下一些痕迹 那些人就是南岛语族 就是台湾有住民的附近 所以考古学是一门学问 语言学是一门学问 我们在这个地方这一页就把它连在一起 所以那一些你在国中所读过的考古 那些什么XX文化 全部都是南岛语族所创造的 或者几乎都是 然后再来看到的是12页 我暂时讲完了 那课文你就看过去就好了 第13页我们要开始一个比较稍微困难一点的内容 就是原住民的分类 我们知道很多事情我们都会做分类 学生 国小 国中 高中 什么男校 女校 男女和校 然后其中有一种女校叫北女 北女又分班 这种分类我们可以在生活的各个地方都看到 那原住民内部也有一些的不一样 所以这些不一样最后也构成了分类的基准 我们现在来看几种各种的分类 在课文第13页 第1个是他们被分类 被谁分类 被统治者分类 因为我们从来历史看 你知道最早原住民是自己管自己 可是后来 日本人来了 荷兰西班牙人来了 然后清朝政策来了 再来是日治时期 再来是战后 他们分别被不同的政权统治过 所以这些不同时期的统治者 他怎么去称呼 去分类人住民呢 这一章是我帮各位做的整理 我知道上会有人会抄笔记抄来课文 那通常我不会这一页有很久的时间 你可以就是这个时候手机拿起来 拍一下就是OK的 那大家有些人 如果是课前或者课后 直接在那个网路上 download的一个TDD 大家也可以 我的意思是说 你就找一个你自己觉得 最好最顺手的方式来做 像手机在这个时候 在上课就是可以使用的状态 以后我就不一一讲 我会知道你是在干嘛 那我开始讲了 清朝的时候 然后统治他就把这些原著名叫藩 你知道这是一个歧视性的称呼 可是在历史上 它的确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 那藩当然是有汉人 或者说清朝的统治者 觉得我自己文明是比较高的 我便于这些原著名 那可在这个藩的前面 有点下很多的字眼 譬如说生藩 熟藩 化藩 是一组称呼的词汇 这都在课文上面 那什么叫生藩呢 他不像清朝政府缴税 化坏之名 有时候搞不好还跟清朝政府 突然对决一下 对意念或者无关的 这个叫生藩 那什么叫熟藩呢 他跟汉人一样缴税 所以熟的意思就是指他 有点像是成熟或者比较文明的那个意思 所以熟藩就是像清朝缴税 纳贡的这样子的原著名 那化坏呢 化坏其实就是半生不熟 对 半生不熟 就是他是熟藩候选的 可是他现在又还没有缴税 有没有可能五十年一百年之后 他变成了熟藩呢 有可能 所以那个化是不是有一种 变化的那个意思 由生转熟 就是半生不熟的状态 我想这样形容都应该是听得懂的 那还有一些功能的称呼 比如说纯藩 纯藩指的就是他帮清朝政府当守卫 警戒 清朝政府就给他一块地 让他去耕种 当作是薪水 这个叫纯藩 好 再来一个叫熟藩 这应该给我解释了 熟藩就是他们对清朝政府经常会有一些对抗 熟藩很凶 好 再来凤山藩这个意思呢 住在凤山县的这边有留住 侏罗藩就是住在侏罗县的原住 所以你们说 我现在讲的这些 诸多的像生藩化藩凤山藩 跟原住民自己界定自己有关还是无关 有关 完全是统治者基于统治的方便 而给予的分类 所以为什么我刚刚在标题上写说 它是被分类 被分类代表跟他自己没有 没有直接的关系嘛 好 到了日本统治时期的时候 第一个软弱的改变是把翻变成了翻加草字头 这纯粹是一种语文习惯的不同吧 好 日本习惯那个翻类的字是有草字头的 所以原来的生翻 熟翻 化翻就变成这里的 生翻 熟翻 跟化翻 那可是这一套承习字经代的分类系统 后来就被认为它是不科学的 所以知道教翻本身就有一种 很明显的情世的意味嘛 所以日本人自己也在检讨 这套生活不太好吧 所以后来熟翻就不用了 改造平补族 族的意思就是一种 族的那种比较现代式的称呼嘛 那实际上他们跟汉人 以就是实习来讲 已经古法做分别了 讲得差不多 古法也差不多了 好 可是那一些生翻还是叫生翻 直到某一个日本的皇族来到台湾之后 才有了转变 现在请大家彼此三页的 最后我们看到一个西元的年代 1923年 好 那我翻到下一页 1923年日本皇太子来来巡视 皇太子就是天皇的儿子 那这位皇太子其实过了三年之后 他就即位变成天皇 那就是昭和天皇 这个在日本20世纪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天皇 包含日本后来卷进二次大战 战败投降 战负一段时间 都跟昭和天皇是有关系的 1923年他是以皇太子的身份来到台湾 那一趟 这要附来一题 那一趟他到台湾也来到了北京 就是台北周一第一高等人学校 来在这所学校做的一个事 当时其实来学校是一件非常盛大的事情 因为他已经是天皇的后选 后不是后选的天皇的 未来的天皇 那这些事情有空再浪贵了几次 反正1923年这些事情在台湾全到大红洞 就他来台湾之后 他对于总督府把这些原住民叫翻 他就不以为了 他说为什么会有这种落后的称呼呢 所以在他之后就开始要改这个名称 那实际上改反映在官方的文书 是在1935年的时候 因为他第二号 所以投影片我帮你标记了 1935年这在台湾原住民的称呼上 是一个改变的里程碑 就把申办改叫高山族 那按照日文的念法 高山跟高山是一样 所以一个人叫高山族 所以1935年再怎么户籍资料 就不会说他是申办 会说他是高山族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相对比较现代 用讲什么族 这是一个现代称呼 从1935年开始 算到现在还不到100年的时间 所以各位知道 原住民一开始被污名化 被贬低 到现在有一个相对比较平等的程度 那已经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了 好等到改朝半代 二四大战之后 国民政府来了 因此就叫高山族 我刚讲了这两个词是被代换的 后来在官方的文书 又把高山族称为山包 他知道包就是同包的意思 他跟我是近同手足 可是我又知道他跟我有一些不一样 所以后来官方的文献就用山包 山包又再分成 平立山包跟山地山包 我们叫山包 是不是他住在山上 这是刚刚各位的疑问 可是各位仔细想一想 原住民都住在山上吗 高山族都住在山上吗 哪些高山族没有住在山上 哪些高山族都住在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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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住在山上的山胞 所以它的行政區如果是山區的行政區 就叫山地山胞 平地的就叫平地山胞 那這個變成是一種 一樣是政府功能性的區分 直到我這邊畫的是一個我們現在的程度 什麼時候正式把山胞高山子 改成叫做原住民 它的時間很距離在1994年的8月以後 這是某一次的休憲最後生效的日期 所以8月以後成為我們今天的台灣原住民節 每年8月以後就是為了紀念這一次的證明 因為各位知道原住民這個稱呼 已經沒有啟示的意味了 所以走過這麼長的路 終於有一個比較像樣的稱呼 但同樣的在官方的文書當中 把原住民在1994年之後 也把它切成平地原住民跟山地原住民 給各位看一下一張 我今天早上找到的資料 橘色的部分就是平地原住民 所以我剛剛講阿美族是不是 住在我手臂這個區域 他們大多數是屬於平地原住民 而像部門組的話 大概是在我手臂的這個範圍 他們就是屬於山地原住民 那這個東西官方做區隔的用意在哪裡 我隨便舉例一道 像我們台灣現在選立委 明年又要選立委又要幾席 國動交付是嗎 我只記得是100多席 113 113嗎 那應該是113 這113席當中有6席是原住民跟立委 其中有3席是定地原住民 有3席是山地原住民 所以一直到我們現在講話的這一刻 這個分類在官方還是一個 像我們選立委 這當然算是蠻重要的一件事情 還是用這種接力的方式 好 那我剛剛已經把官方的分類 整個講過一遍了 說穿出這張表 對你來講是一個很簡便的整理 那再來我們要講另一種分類 原住民被學術被學者所分類 那這個學者可能是人類學家 民族學家 或者語言學家 簡單來講 就是現在你在大學 可以看到的那些科系 那些專門研究原住民的各式各樣的學問 好 那我們現在要看的是課本 在第14頁的地方 14頁的很不期的注釋 註二 經歷這個地方把它標記一下 其實課本如果寫成這樣子 我也可以對過去不講 可是我覺得這一段重要 來 剛剛講的都是政府的分類 根據它統治的方便 公理的分類 那我們知道學術上 它不會著重那種政府統治的功能 學術上最主要是根據它的語言 它的文化 它的居住的範圍 它的習俗 所做的科學化的分類 我們大致上可以這樣講 好 所以從日治時期開始 這一些從日本來的 受過西方學術訓練的這些學者 就根據剛剛講的這幾個指標 開始做分類 剛剛漏講是體質 因為他們可能在外觀上 還是有一些的差異性 那最早的分類在1899、1900年 也就是由伊能加菊 這是日本來到台灣的學政 像我們學歷史的人都會知道這個人 這是一個辣學者 還有素野傳之神 他們就寫了台灣藩人事情這本書 就把不是漢人的這些 我們今天知道叫原住民的 一共分了八組 請你現在看過影片 我列出來的文字告訴我 他們都是高山族嗎 這八組當中是包含的蘋布族 所以如果是高山族是不是只有七組 那現在高山族有幾組 十六那個是包含的蘋布族這些組 像格馬藍族那應該是屬於蘋布族 好 那那個是 那個這樣就有點複雜了 好 那因此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最早一次學術上的分類 把高山族分成了七組 然後加蘋布族八組 這是他們分類之後把它轉換成 在空間上他們分布的樣貌 然後這地方列曹族的其實是舟族 這個只是中文翻譯的不同 好 再來到1910年 過了十年之後 另外一個來自日本的學者 叫鳥居隆藏 他就後來發現在蘭嶼這邊的另外一群 很獨特的原住民 因此就分裂了蘭嶼的農 那我們今天是不是叫塔歐陸族 這個已經改名稱了 因此一共分成九組 所以請問你 這一頁按照投影片講的九組 是只有高山族還是包含蘋布族 包含蘋布族 因為我們是從剛剛那一頁這樣下來 但因此再到了 這是鳥居隆藏在1910年的分類 這個地圖你只能download投影片 自己再慢慢看 到1935年 這時候台灣已經有第一所的大學出現了 台北帝國大學 也就是現在的台灣大學 那台北帝國大學裡面有一個 專門研究這一方面的一個研究師 叫土俗人種學教師 其實在戰後就變成是人類學系 他們裡面的教授包含的像是遺川子之障 因為東一這些教授 就把高山族 這時候平谷族不包含在裡面 分成九組 這後來變成一個基本的分類 你們是不是知道 在台灣中部有一個叫九族跨村 所以九族其實在 從我們現在講的1935 到後來台灣光復之後很長一段時間 都連續了遺川子之障 在這個地方的分類 這個分類如果圖示的話 就是做影片這一張 所以高山族分成九族 那它最後加的那一組是哪一組呢 賽夏族 也就是一個在新竹苗栗山區 相對人比較少的一個族群 因為各位知道科學研究就是 你慢慢去做研究發現 因此辨識出不同之後 是不是有新的分類 它是一個過程 不會說你第一次研究 就很完整之類的 那因此這個九族的分類 全部都是在日本學者手中完成的 大致上告一段落 好我剛剛講的是以高山族為主 平谷族有點棘手 我們知道平谷族在整個台灣歷史的 這個幾百年外來的統治者發展過程當中 後來他們漢化的很厲害 以至於他們很大程度 喪失了自己的文化 到最後可能就自己把自己當成一個漢人 所以你看日本學者 我們剛剛描述的這一段 他們甚至也不太去調查平谷族了 因為你就像是個漢人 所以反而平谷族的研究 這些高度漢化的平谷族 他被學術分類 反而是更晚的事情 而且他用的方法 可能要跟我們剛剛講的高山族不同 各位知道高山族是不是我去調查他 我親自去看到他就可以了 因為他們還在 他們文化人都還在 那平谷族如果他已經高度漢化了 甚至他已經都不知道自己是個平谷族了 你要怎麼去調查他你自己做分類呢 好這個是1990年代 一個台灣的學者叫以人為所完成的 他後來因為研究台灣平谷族的語言跟分類 最後當選了中央研究院的院士 這是台灣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學者 號稱是南高母子研究之父 那他現在年紀非常大 但他還繼續在做研究 他最早是師大一比十畢業的 不知道師大後來變成中年異樂士的人不多 教育是太大了 所以這個學者真是很厲害的 那因此他就把西木平原為主的這些平谷族 根據歷史文獻 根據遺留下來的蛛絲馬跡 這些最後完成的這些分類 譬如說舉例會比較熟的 希拉雅族就是在台灣南部這一帶 然後譬如說像我手裡的 也就是我們現在所在的大台北地區 各位都知道這是哪一族的所在地 凱達哥蘭族 因此這個地方就是他的分部 那現在比較感傷的是凱達哥蘭族 剩下一條大道 我的意思就是說他的文化很大程度已經消失了 所以這個拼骨族的分類分離的不會有關係 我剛剛已經把高山族跟拼骨族的分類 整個run過一遍了 好 再來 剛剛講這些都跟原住民自己沒有關係 或者關係沒有很大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課本這一段 原住民怎麼看待自己 他們自己的分類是什麼 現在請他第14頁的地方 第1 原住民眼中的自己的DM的部落標記 我先去看一下 這一段我沒有補充好 所有的影片的文字 應該都是來自於客人 原住民自我認同的基本單位 就是一個部落 不知道部落就不會太大了 所以他們是以部落跟其他的部落交流互動的 所以如果按照我們剛那個學術的分類 阿美族是一個學術上定義的南道旅族的一個族群 他們有很多的部落 那這些部落之間他們甚至連他們從哪裡來 這些有關起格的傳說都不同的 簡單來講 學術上認為這一群人是阿美族 阿美族不同的部落 他們自己的認同是不一樣的 這個就是他們自己看待自己跟別人看待他們 所以這個當中彼此的關係要能夠跟進出 那當然有些時候部落可能會壯大 因此吸收附近的部落就靠向他 於是發展出部落共主 迪馬克的這個地方標記一下 部落共主大概就是部落聯盟的概念 所以他已經有點跳脫一個最原始的政治組織喔 所以台灣中部曾經有二三十個部落 共同聚集在一起上面有一個領袖就叫大渡王 他是以今天的大渡溪流域作為中心的一個政治上的結合 部落的結合 所以你看他這個認同就變成是一個比較大的原住民的認同 他存在於十七到十八世紀 從和治時期到民政到清朝統治 就是一兩百年的歷史喔 這曾經是一個很大的政治群體 所以歷代這些政權也都跟他們交手過喔 可是我們如果用剛剛學術的分類喔 這個所謂的大渡王國就顯得很尷尬 因為它包含了學術上的幾個不同的族群 像蘋果族的道卡斯族 巴澤海族 巴布拉族 我講的都可能不太熟了喔 這是蘋果族底下的幾個族 所以如果按照我們剛剛講的學術的分類 他們是不同的蘋果族的不同族啊 可是你在這個地方卻又看到 他凝聚成一個共同的政治上的部落聯盟 然後以大渡王做了當領袖 當然這大渡王前後有好幾位喔 好再來 譬如說課本再舉一個例子 你可以看第十五頁他提到 1930年的物色事件 這個因為日本殖民統治 不當剝削原住民的勞力 而爆發的事件 在1930年 那當然各位可能都看過賽德克八了 至少也聽過啦 我們知道這是主要以賽德克人 反抗了日本殖民統治 所以我們不是趁著運動會的時候 進去大局的就把這些日本人給殺掉嗎 好 可是賽德克人是不是都反對日本統治 你看這課本的敘述 有些賽德克人抗日 有些保持綜藝 可是有些甚至是站在日本那邊 來對抗這些抗日的賽德克人 所以有沒有說賽德克人 就一定要跟日本人是站在對立面 在1930年的物色事件 也沒有 所以這個就顯露出原住民自我認同 他不一定是根據那個學術分類來進行 這個是課本所要表達的 那個是原住民後來他們自我的認同 讓他受到學術上的影響 我們知道自從剛剛講的像伊能家局 鳥居龍葬 或者遺川子之長這些學者 他們借定說 這一群人是台灣族 這一群人是達悟族 後來原住民自己也受影響 所以他也說我是達悟族 我是阿美族 我是泰雅族 所以原住民的自我認同 這個地方我還是要再幫各位表記一下 但他們原本認同的是部落 可是時至今日 他們也認同的是 這個學者幫他們歸類出來的民族的分類 本來學術上的分類跟他們沒有直接關係 後來他們受影響之後 他們也認為我就是某某族的 我是某某族的 這個時間出現相對比較晚一點 所以像薩奇萊雅族 這是一個比較晚才被辨識出來的族群 本來他是被歸類在阿美族 然後還有像是拉魯阿族 卡納卡納祖族 他本來是宗族的 那後來被辨識出來之後成為一個新的族群 宗族其實本來是有大法 結果又裂解出兩個 但都是因為語言跟風俗文化不同 這個東西就是學者在研究的時候 他們界定不同族群的標準 所以這是一個他們認同民族 然後最後反應在官方 他們就獨立成一個新的族 因此官方也承認 他們跟原來那個族是不同的 可是這些新成立的族 還有一個是跟他們自己有關的 你看各位的文字寫 自我認同覺醒 什麼叫自我認同覺醒 就是明明我跟另外一個族 我們可能有共同的主線的傳說 甚至我可能就是跟另外一個族 本來是都從那個地方來 只是後來簽出來了 比如說你看客人舉個例子 泰魯德族跟賽德克族系出同源 系出同源 我們如果白話理解 就是他們本來是同一族 而是泰魯德族搬離了南投 跑到花蓮這個地方去了 以至於後來他們的認同 就跟原來那一群賽德克族都不同 所以他們獨立從泰魯德族 我們再看台灣原住民的這種關係 跟全世界不同的民族 或者族群的關係一樣 就是民族可以是一個客觀的分類 可是它也可以是一個主觀上 被強調出來的 所以這個也發生在台灣原住民的身上 那這個影片是剛剛各位 我剛剛問一個問題 各位脫口而出的 這是官方認定台灣原住民的16的族群 大概在2014年以後 目前是16族 有沒有一些新的族 有可能就繼續的有自我認同的出現 那這張也是給各位當一個參考 那再來我們要進入一段 比較不那麼歷史的階段 請看到第10、67頁的地方 第4小節代代相傳的記憶 那在第4小節應該已經是最後一個部分了 那這一小節其實是 不要把高山族的文化 跟民族的文化介紹給各位 其實它不一定很歷史 那特別是高山族的部分 你看課本的小標題 它是有提到蕭蜜文化 還有魚獵文化 魚獵我不打算談 因為魚獵主要它的談就是達悟族 但你後一天主要特別強調蕭蜜文化 因為高山族大部分 都有跟蕭蜜有關的祭奠西族 小米是一種神聖的植物 所以小米是很值得 我們來看高山族的時候 特別去講答的 各位應該知道什麼叫小米吧 你們吃過小米粥 有 小米的顆粒比我們吃的 中文年齡吃的是米飯 比那個顆粒來的小 所以我們習慣把稻米叫做大米 老鼠來大米 有聽過這句話嗎 老鼠來大米 就是某首歌的歌詞之類的 但小米的顆粒就更小 它包含像素、鼠、季這些不同的植物 它顆粒都很小的 因此台灣原住民 就有跟小米相關的文化內涵 我們現在來分析這一點 整個東亞 包含台灣 都有小米栽種的傳統 所以請各位先幫我舉一個例子 我來說寫線好了 我跟這一些不太安靜 可是你們看沒有牽頭 牽頭 前面 喔 是 好 現在的問題是 在你國中學習的範圍當中 有沒有中國史或台灣史提到 有哪一個史前的文化 或者史前文化是 有小米栽種的那個特色的 好 先徵求主動要回答的人 好 這邊請說 龍山喔 龍山是不是小米應該是 那龍山之前就有一個人提到的 來 來 楊潮 來 楊潮跟龍山都是 那簡單來講好了 中國的北方本來就是一個 小米栽種的傳統 後來才從西方 把那個大蠻小蠻傳進來 這不一樣的植物應該就噴得出來了 那台灣最早也是小米的栽種 加分自己記一下 我等一下下課再給你確認 所以台灣最早這些 南島羽族的原住民的各族 他們也是小米的種植 可是後來到底傳進來之後 你知道現在原住民也種到 可是他們的紀典當中很大程度 反映了小米的部分 那因此台灣原住民很有特色的是 他們有許許多多有關小米的紀典跟利益 我舉一個比較誇張的例子 木農族一年365天 有90天跟小米有關的紀典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範圍跟比例 因此我們看到的是 在那個紀典的期間 紀典的期間 他們還禁止吃老米做整個食物 所以稻米是一個比較遺憾的 小米是被神聖化 有看出這個差別嗎 所以稻米可能是一個後來傳進來 但是缺乏原來小米帶有的神聖性等等 那你再看到課本第16頁的圖1-6 有沒有看到一個東西叫阿百 那個阿百其實就是一個原住民版的粽子 外面也是葉子 裡面包的是小米 這個是它跟我們吃的糯米的那個粽子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說是原住民版的 那像這個東西就是一種原住民特有的食物等等 所以這些都是跟小米有關的 反映在它的生活跟記憶當中 那你再看到在課本第17頁的地方 在小米文化的倒數第2號 它說許多高山族都留有這地方 然後你把畫下來 共有的神奇傳說 一粒小米主地國版 我們剛剛不是講原住民高山族 它分成很多族嗎 它們有很多很多的不一樣的地方 也不是很神奇耶 多數的高山族都保留了這個故事 或者類似的故事 這故事我稍微講一下吧 一粒小米就可以主地國版了 這聽起來我們現在神話 那這不可能 然後某次就有一位婦女 在煮小米的時候 她就懶惰 她就不想分那麼多次煮 所以她就煮了一粒小米 那因為本來一粒小米就可以煮一鍋飯 所以她煮了很多的小米 於是那個小米的那個飯就不斷的膨脹變大 你知道在煮的時候是多燙嗎 最後就把那個婦女給扛死了 這好笑嗎 那因此這個故事本身在高山族 很多的族都有類似的故事出現 我猜它要反應的可能就是 他們很珍惜小米 不浪費 那第二個就是小米也帶有某種的神聖性 因此他們把它看得很重 反映在故事當中 所以我想我剛剛舉這個例子 就是講小米對於高山族的特別的重要性 那再來我們看到是第十八頁的地方 那這邊在家族跟社會組織 我想這個地方各位看 如果以考試去記的這個角度來講 可能會覺得有點難記 因為有些原住民高山族是夫妻社會 有些是母妻社會 那有一些是貴族社會 那這些我想就是 課文你就怎麼看 但後一點我現在要舉個例子 剛剛原住民的姓名跟家族 是很有一些特色可以講的 那這個我先從那個身份證切入 你知道我們包含你們手上都有一張 中華民國的身份證 中華民國的身份證已經先假設 人的性加名字數不能太多 各位同意這一點嗎 可是你知道原住民當他的名字是翻譯 然後變成暗字的時候 是有可能超過十個字 身份證是放不進去 我在講的是我們是用一種 漢人的邏輯去設計身份證 因此最後原住民是比較難套進 這個漢人邏輯的身份證框架 這其實以前在戶政單位 產生都非常多荒謬的事情 我們現在看起來是一個多元的社會 但其實在這個部分 還有許多要努力的 那我先要提的是另外一件事情 同一面 像泰雅族是父系社會 但泰雅族的人取名字 叫父子也名字 泰雅族父子也名字 那我摘的這一頁的內容 我要舉一個例子 像泰雅族有一個人 叫做瓦利斯尤蓋 那我們可能理解瓦利斯是他的姓 尤蓋是他的名字 不是瓦利斯是名字 尤蓋也是名字 瓦利斯是他的名字 尤蓋是他爸爸的名字 所以他的名字的背後 是接他爸爸的名字 那瓦利斯尤蓋後來的兒子 就叫非屬瓦利斯 所以他們固定的命名的方式 就是自己的名字 背後接爸爸的名字 那你知道他的好處是什麼嗎 你在文字後面有幾號 因為他們最早是沒有文字的 所以沒有文字的時候 當你自己的名字背後是接爸爸的名字 你的爸爸的名字的後面 是不是接主婦的名字 所以他們甚至有人可以一次一倍 是往上縮期待幾百個家族相關的人的名字 全部可以背出來 這就是一個沒有文字的社會 的某種智慧在裡面 可是回到剛剛的問題 像瓦利斯尤蓋 當他要把他的名字放在身份證的時候 是不是產生一些困擾 因為我們的身份證 假設的是性被都揭秘 各位同意這一點嗎 可是按照泰雅族的父子的名字 他沒有姓啊 他是自己的名字 背後接爸爸的名字 所以官方的立場 會不會比較傾向是 你們就是姓瓦利斯呢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那個原來的文化的內容 就會泡掉 或者他其實就被淡化 因此跟他原來的傳統就不同了 那我們表達這一點還是在講說 作為一個多元文化 尊重各種文化的主體性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非常多 還需要努力的地方 好再來 我們接著看蘋果族 看到第十九葉的地方 那我們已經把高山族都 大概用一種比較簡單的方式想做了 那到了第十九葉課本提到的蘋果族 這邊有一個很大的特難 我們要怎麼描述蘋果族的文化呢 他們已經在幾百年前 在整個漢人大舉進入台灣西部平原的過程當中 他們已經漢化 到後來高度漢化 以至於多數的蘋果族人 現在已經不知道自己是蘋果族人 不管是透過通婚 或者文化上還是認同漢族人 所以根本第十九葉 我們怎麼去描述蘋果族 這邊是一個關鍵 那我再課本寫得還蠻不錯的一段 來第一個 他們在台灣第十八載過程當中 已經很大量大幅度受到外來文化的衝擊 特別是漢文化 所以我們今天不太容易抓到很完整 這跟高山族不一樣 高山族你可以去某一個部落去訪查 去了解他的蘋文 宗教信仰跟習慣 那是活的文化 那課本這邊表達就是文化已經死了 或者大部分在死掉了 那你要怎麼在課本上行出文字說 還有這些東西呢 好 那課本另外一段有提到一個關鍵 就是因為他們比較早的漢 或者其他的西方人接觸 以至於這些來台灣 不管是因為旅行或者當官 那統治台灣一塊地方 這些漢人的官員 他們有些當中的若干 留下了一些資料 因此這些資料是描述蘋果族的 就成為我們今天去記憶 去描述蘋果文化的線素 好 那因此有幾個比較重要的資料 這樣你也可以給他看一下 這三個資料都在17世紀 他是最早描述台灣原住民的中文 以及西方文字的資料 17世紀以我們看台灣歷史來講的話 已經算是比較早 那因此他們也保留比較早的原住民的面貌 那這樣表明是刻意來做比較的 通關其實我們上一節課提過 他是成帝所寫 時間在1603年 這是17世紀初 那因為他跟他的長官 沈永榮只是在台灣南部 所以最主要他描述的是希拉雅族 等一下我再讀一些內容 好 再來台灣粵記 是一個甘志士 這是一個荷蘭的傳教士所寫的 他其實是他的傳教紀錄 最後變成一本書 我們就把它叫做台灣粵記 當然他是一個荷蘭傳教士 荷蘭人統治又是以他南部為主 所以他描述的主要也是希拉雅族 那傳教士也會有特別的角度 再來第三本是疲海記 疲海就是蕭海的意思 就是small high 然後另外一個詞叫做陰海 陰海就是大海 那這個疲海應該指的是台灣海峽 所以他來到台灣 擁有的是一個清朝的官員 那因為福州這個地方的火藥廠爆炸 他要到台灣來採硫磺 那他走了台灣整個西部的平原地帶 所以他看到了非常非常多 不同種類的平路 所以他紀錄的範圍跟前面兩天 兩份資料也是不太一樣的 那我想今天到下課之前 我們可能只能把東翻記把它解說完 先看城地的東翻記 底下的希拉雅 現在請搬到二本的二十二頁 好 看到二十二頁有一小段的 城地東翻記 然後面帶了寫出來 可是頭一面我現在要給各位 很多東翻記的內容 因為這邊寫得非常好 他算是一千四百字 可是字字足跡 來我們念一下 東翻遺人不知知識 這些住在東邊的原始人 不知道他們自己從哪裡來 居澎湖外海島中 來這句話反映了成立 他自己的立場 各位同意嗎 這句話的意思是 他是從西邊來到東邊 所以他看草湖 草湖再過去的那個 外洋的海島中 好 準備聖團 原住民村 很多很多種 別為聖 好 社是基本單位 吳酋長 來希拉雅族市 沒有領袖的 沒有政治領袖的 最早 那沒有政治領袖 平常聽誰的 子女多者窮之 如果你生比較多小孩 大家就聽不懂 這個蠻威的 我猜我們現在大概也會是這樣 因為現在台灣少子的話都捨不出來 所以如果有那個父母親 生下10個小孩 他們講話也會蠻說不定的 信號有喜鬥 平常有一些爭鬥打鬥 無事昼夜洗走 請問博文怎麼解釋走這個字 應該是燈泡的意思嗎 泡啊 所以他們體力很好 經常就是 就是在展示他的體力 那經常奔跑到什麼情況呢 浮踏皮厚鼠分 所以他不用穿那一皮球鞋 他的腳就是那一皮球鞋 因為他已經奔跑到長繭了 所以已經不會痛了 不像我們現在赤腳 其實有時候那個石頭刺一下就不痛 那完全不會有這種狀況 呂金極如平地 這些大家都看得懂 再來 山醉一路千百回去 當時台灣滿山遍野都是梅花路 平常西拉雅人不會去補路 按照成績的描述 只有到冬天的時候 那時候路都已經長得非常的肥大 這個時候他們才集體的去受命 何為中之 所以你要知道西拉雅人是一起去圍補梅花路的 飆發命中破落秋零 就包圍然後用武器把梅花路幹掉 最後這些梅花路就堆成小山 色色服務保護者 來這邊這句話暗示的是西拉雅族是 財產共有制 財產共有制 為什麼 因為不是說你今天 你把這支梅花路幹掉了 所以這支梅花路是你的 不是 是大家一起去列補梅花路 那這些梅花路就分配給所有人 你知道這跟我們現在私有財產是很不一樣的 然後他們吃豬肉 但是不吃雞肉 跟他們養雞 那不吃雞肉養雞幹嘛呢 蓄雞認自生長 造山雞的概念 就是雞肉這樣快樂的生活 只是有時候會把雞的毛當作那個壯士 這個是雞的功能 再來 寧舍有細則清兵 其而後戰 反正有收徒就約好 我們要打仗了 極力相殺傷 用力殺對方 四日即解怨 昨天還會說哈囉 就是他們 就是感覺上非常有肚量 不會因為今天怎麼人被幹掉了 然後免兩個部落就幹嘛 那這個 各位就看 地暖 東下不一 台灣因為氣候來就比較炎熱 所以他們穿很少 婦女結草裙 唯必下體的問題 就稍微穿一下這樣 無依讓貴拜禮 這邊其實是都顯露了成績 作為一個漢人的觀點 他們穿很少 我們漢人是比較專裝的穿著 然後原住民沒有這一些禮 不算我們漢人儒家的教化是有禮的 這個都是一個文化的對照 不禮日文字 當時原住民是沒有文字的 不過其實原住民是有自己的一套立法的系統 這邊都看過去 意識必與貢獻 請你把課本貢獻這個地方畫下來 在第二十頁 第三段 第三堂 好 貢獻就是一個集體意識的場所 大會堂 或者什麼活動中心 其實很多原住民都有這樣的一個設施跟機構 那貢獻其實是 承定他所有漢人的邏輯所命名的 你知道原住民一定不會取這種名字 我們舉個例子好了 現在你看到第十九頁的右下角 你看到一張照片 他說這是嘉義鄒族他們的庫巴 庫巴其實也是一個大會堂的意思 你不覺得庫巴這樣就比較像是原住民會有的詞彙嗎 公洩看起來就像一個漢人的詞彙 所以這是成帝根據他自己的理解 用漢人的方式去命名的 好 再來我們看最後一段 這段有趣了 他在講婚姻狀況 取則是女子可逝者 就男女交往 當然要看他是還在一個服依的狀態 欠跟欠馬腦出裝 送他一些精緻的手工藝品 女子不受則已 就是女生如果不接受 代表他拒絕這個難的 他接受這個手工藝品 就代表他接受這個難的 好 受業造起教 如果女生接受了 男生就會摸A到女生家裡 過屋門 喊口琴挑針 掃用聲音說我來了 女文納訴 女生聽到了就把男生接進來 再來發生什麼事情大家都知道 未明進去 這快轉 然後白天 應該說白天還沒到 男生就離開了 不見女婦 整個過程就是他們兩個事情 再來嚴重快轉 產子女 這應該十個月以後的事情 好 關鍵來了 婦時網迎娶 這時候女生才去把男生 娶回來 接回來 如親迎 敘使見女婦 這時候男生才見到的女生的爸媽 我們都可以感受到那個男生 娇羞欲滴的模樣 睡家齊家 所以這個男生以後就住在女生家裡 因為嫁出去的兒子就像潑出去的水 養女父母的終生 好 其本父母不得了子也 潑出去的水 故生女喜悖男 所以女生是很重要 生女生就很開心 生男生終究會變成別人的 好 所以男不足住待故也 男生根本撐不起一個家 這份補起來有一種莫名的爽感 好 那我想我們今天就不再講下去 那有關平谷族的一些早期的文件 我們下一節再把這個部分講完 那下一節的進度主要是一之二 好 自由下課 謝謝大家